in the deep when your brain goes numb you can call that mental freeze when these people talk too much Hi 大家好 我是小春 我们今天来介绍 刚刚台服突然跑出的新活动 阳春三月 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这个活动其实陆服前一天就开放了 我的影片也拍好了 我本来打算今天上片了 结果12点一过 台服就马上开了这个活动 我有点傻眼 反正咱们是台服玩家 我就把陆服的影片砍掉 重新再拍个台服的 好 咱们直接来了解一下这活动吗 首先这个迎风踏春 这个应该是拉霸了 所以应该往后7天才开放 所以代表又有新的时装了 好像也不错 ok 第一个 避空止冤 这个简单就是放风筝了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吧 飞吧 ok 好 再来 点花成环 这个东西其实 好 直接点开始游戏就好 然后你可以对应相应的花 然后丢到花栏里面 然后老实说这个东西 你不解可以 你就直接等待60秒就可以了 60秒他就会自动完成了 根本就不用解 ok 直接60秒经过 点确定就好 有没有 就马上解完了 这个我们简称挂网吧 好 下一个 下一个我们直接看开亭花戏吧 这个就是有豆酒神生 然后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奇怪 他长得有点像格渡天王 但是老实说这个完全没有声音 不是我没开声音哦 是这个真的没有声音 这个真的是超级破的 好吧 反正斗酒神圣也是冷门 不过不妨碍他帅气的本质 这真的还蛮帅的 可惜豆酒神圣 真的很冷门 然后60次的时候会有一个 蝶恋花 这个老实说蛮漂亮的 这个还ok 蛮喜欢的 搭配女装应该是非常好看 然后再来一个绿蜥龜的称号 男人最怕的颜色 好 那咱们直接简单来计算一下吧 活动持续14天 豆酒外观等于180个积分 每日5抽可以买14天等于70抽 33元礼包买13天等于65抽等于429台币 170礼包买3天等于45抽等于510台币 70加65加45等于180抽 429加510等于939台币 一个豆酒只要939 找小姐姐估计会再便宜一咪咪 也算不错啦 气泡框等于287分 每天5抽可以买14天等于70抽 33元礼包买12天等于60抽等于396台币 170礼包买10天等于150抽等于1700台币 低时加60加150等于280抽 396加1700等于2096新台币 2096新台币可以获得气泡框加绕行加10个神招 找小姐姐估计也要1700上下 划不划算就看自己吧 好 我们来去看下一个 下一个牵肢绿翼 也是传说中的时装返场复刻啦 OK 我们来先看一下奖励吧 这个应该是选树枝啦 然后有些人会问这个树枝是干嘛的 这个树枝就是这个限时兑换里面可以拿来兑换东西的 算是不如小谷吧 OK 40个这应该选觉醒石 80个应该是神招 150这个就看自己缺什么 然后230就是称号返场 这个三个称号啊如果你都没有的人 我建议你是气吞三合啦 气吞三合 攻击跟血量各加1% 算是这个称号里面最好的 好 再来350的这个也是缺什么换什么 好 再来最重要的500的时装 500的就是三件时装返场 如果你没有拿到的也可以加减拿一下 不过有点贵就是了 好 按照惯例咱们来算一下价钱吧 开始计算前先跟各位说一下 170的礼包3抽等于每抽56台币 490和990的礼包等于每抽49台币 所以170的礼包等于敲盘子专用 好 只想要称号等于230积分 活动持续7天 每日3抽乘以7天等于21抽 连续除只礼包买7天等于89抽等于3430台币 490礼包每天买2包买6天等于120抽等于5880台币 21加89加120等于230抽 330加5880等于9310台币 一个账号要价9310台币 找小姐姐估计也要8000上下吧 真的是有过贵的 再来直接买到最后的时装等于500积分 每日3抽买7天等于21抽 连续除只礼包买7天等于89抽等于3430台币 490礼包买13包等于130抽等于6370台币 990礼包买13包等于260抽等于12870台币 21加89加130加260等于500抽 3430加6370加12870等于22670台币 22670找小姐姐估计可以到18500上下吧 18500上下等于时装加称号加阴阳单10颗 然后至于这个喇叭等到时间到我们再介绍吧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啦 我是小春 咱们下次见 拜拜